下雨天的时候这个水位留下了 留下的时候他刚好踩到这边滑 因为前几天里面跌倒 太滑 孔盖的地方已经太久了 以前我有试过用纸滑条贴 摩托车压过来压过去就没有了 南融路191项道路中间 有一个中华电信人孔盖 日前下雨天有民众走过滑岛 在里长的反应下 市议员曾继炎现场会刊 要求电信公司设法改善 我是建议像台中市 台中市在上面用一枝防滑器 抛除防滑器 对 防滑器的时候你孔盖掉下来维修的时候 倒两点 防滑器是噴在上面的 而针对民众因为人孔盖滑倒的事件层出不穷 议员也表示 乐见这次市府公务处 将基隆市挖掘道路管理自治条例 送进议会审查 如果顺利通过 将可全面要求管线单位 改善人孔盖的防滑系数 我想对于人孔盖上面的防滑系数要提高 那在这边的话 我有看到我们这次的定期位 我们就是公务处有送进来 我们的道路 刮掘管理自治条例上面有规定说 以后的所有的管线业子的人孔盖 所有的PPM防滑系数一定要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那孔盖部分的话也请业者加强提高它的防滑系数 以达到民众行的安全 然后在这边的话 因为191项本来就是南农路191项本来就是比较陡 比较狭小的一个道路 那这边有破损的部分 我会请我们基隆市政府来加强来补平 人孔盖问题之外 这条巷道也有明显破损的情形 曾经研议员也要求市府加强来补平 希望让当地居民有一个安全的进出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